阿摩斯书第九章 我见主站在祭坛旁 他说 几大圣殿的注定 使门砍都震动 砍掉他们 落在众人的头上 剩下的人 我必用刀杀死 没有一个能逃走 没有一人逃脱 如果他们下到阴间 就是在那里 我的手必把他们揪上来 如果他们升到天上 就是在那里 我必把他们拉下来 如果他们躲在加密山顶 就是在那里 我必搜寻他们 抓他们出来 如果他们要躲避我 藏在海底 就是在那里 我必命令蛇去咬他们 如果他们被仇敌掳去 就是在那里 我必命令刀剑杀死他们 我必定睛在他们身上 降祸不降福 万君之主耶和华摸地 地就融化 住在地上的都要被挨 这地必向尼罗河高涨 向埃及的大河退落 他在天上建立楼阁 在大地之上电力穷仓 他召唤海水 把海水浇在地上 耶和华是他的名 以色列人啊 在我看来 你们不是与古时人一样吗 我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 不是也领菲利士人出加斐托 领亚兰人出吉尔吗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看哪 耶和华的眼目 查看这有罪的国 我要把它从地上除灭 却必不把雅各家完全除灭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耶和华说 看哪 我必下令 我必在列国中筛以色列家 他好像人用筛子筛骨 但骨力不会落在地上 我民中所有犯罪的人 就是那些说 灾祸必不临近 追上我们的人 他们必死在刀下 到那日 我必树立大魏倒他的帐幕 修补他们的破口 我必重建他的废墟 使他像往日一样建立起来 好使他们获得以东所余圣的 以及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 这是行这些事的耶和华的宣告 日子快到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耕地的必紧接着收割的 踹葡萄的必紧接着撒种的 大山必滴下新酒 小山必融化 我必使我的子民 以色列被掳的人回归 他们必重建荒废的城住在其中 他们必栽种葡萄园和园中的酒 建造果园 吃园中的果子 我必把他们栽于他们自己的土地 他们再不会从我赐给他们的土地上被拔除 这是耶和华 你的神说的 我幸运的人 我会在乱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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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会在乱们 那种人